那我们接下来的演讲者是Chan 他来自于PairDash 那有实力的应用工程师的ATV测试经验 那并专注于SoC、BNIC和自动化测试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来欢迎Chan的演讲 好的 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基于我们Tairda ETS-800这个测试平台的预知测试方法的总结介绍 那今天这里列出了我今天要讲的大概内容 首先我们看一看什么是预知测试它的概念 然后再介绍一下基于我们 ETS-800这个平台上 所有可以用的这个预知测试方法 有哪些测试方法 以及他们一些这些测试方法的一些比较 然后最后我们会再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对应这个各种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们有一个集成的一个代码互函数 我们会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功能 最后再做一个总结 那预知测试其实在我们的混合信号测试领域 以及我们的汽车电子里面 是很常见的一个测试项 那这张图是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预知测试通常包含两个PIN 一个输入的激励PIN 然后呢还有一个输出的响应PIN 那比如说这里输入PIN 我们会给一个从低到高的一个 一个RAMP 然后再从高到低 然后相应的输出会有个响应 从低到高的跳变 然后呢在它 然后再从高到低这样一个跳变 那我们这个预知 我们所想要的这个预知就是 在输出PIN跳变的时候 那我的输入上面的给所给的激励的定压 那这里我有两个测试 一个VUP 一个VDOWN 然后基于我们一天的800 然后再输入PIN和输出PIN 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板卡的资源 那特别是输出 输出这个PIN 那么就可以有模拟的板卡资源 像APUR SPUR QMS 也有数字的板卡资源 像HCD和UPD 所以根据不同这个板卡的资源 那我们会会有各种各样的测试方法 那接下来我就来介绍一下 一一看一下有哪些测试方法 那第一个测试方法是说 你用到了我们的TMU TMU是我们一个时间测试的一个单元 那当我 那它我们这个时间测试的单元 就可以说 把这个T0 T0的时间给抓回来 这个T0呢 是说 当我的输出 从D 从Cache点 到我一直跳变的时候 这段时间给抓回来 通过这个UTILITY 这个TSMayer 那有了这个T0 再结合我的 每一个Sample的 这个Source的 频率 那就我们就可以得到 当我的输出响应的时候 从D到高跳变的时候 那我所 我的输入给了多少个Sample 那就这里我列出了N 那有了这个N 有这个Sample的个数 以及我的Input的这个RAMP的Data 这个Input的RAMP的Data呢 就是我输入响应的 所有的这个Sample的一个 一个数组 那有了这个数字 以及我这个N的N就是这个数字的Index 那就很容易就得到 我们这个预值的这个定量 OK 这是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测试单元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方是FairCount 那FairCount就说 我的输入没给一个Sample 对应的输出 我会去Compare 去比较 比较我的定频 比如说我这里 我比较这个 比较一个High 因为我这里是Load 所以我得到一个F F代表是Fair的意思 所以开始是一直Fair 一直等到我的输出响应 得到并高的时候 那我这个比较才并为PASS 得到我想要的这个高定频PASS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Digital GetFairPASS 得到当我的输出发生跳变的时候 我的输入给的Sample的总数 所以对于这种不同的方法 我们的这个要点 就是说要得到 当输出从低到高跳变的时候 我的这个输入所给的 这个Sample的总数 这个N OK 那第三项方法呢 是DSC 那DSC是Digital Signal Source Capture 是一个数字信号 发取的一个模块 是集成于我们一个数字板卡 H4DD的一个数字模块 那它呢 就是说在输入没给一个激励点 那我的输出呢 会去抓取一个数字信号 那这个数字信号是以RG制的形式 形式的 那就是0或者1 那我这里是低听频 那我这里是低听频 那所以这里它会就每个点抓回来是0 一直到我的高听频的时候抓回来是111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UTINI Worker Error Create 会把所有的这些0101的值给存起来 然后再通过VAD这个这个UTINI的算法去设计到 比如说我设计我的005 005就正好从0到1跳变的这个这个点 那我就把这个点设计回来 那所对应的这个三号的个数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N 那接下来这种方法呢 是叫UPD Neuros V8 那对相对呢 刚才介绍的DSC的方法是一样的 它是每三个点 它会去CAPSEL我的输出的这个定压 那不同的是 刚才DSC是以RG制的形式来存储的0101 那我这里就是说 以这个输出P的实际的定压来显示的 比如这里是0V 那就是0V 那到这并高的时候 那是5V 那就是5V 同样我们有一个UPD Neuros Gateway 会去设计这个跳变点 然后返回得到我们这个N值 那UPD Neuros V8相对DSC来讲 就是它的速度更快 因为我们的UPD Neuros V8 集成了一个板载的DSP onboard的DSP 所以它并不需要去存输数据 就直接在我们的板卡里面 就是完成所有的数据分析和计算 那最后一种方法是A2A A2A就是Allog to Allog 也就是说当我的输出品是模拟期间的时候 模拟板卡 我们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所有的方法 都是基于当我的输出品是数字板卡 像UPD或者HCD 当我的输出是模拟的时候 那我们放到一块叫A2A 那对于是模拟的板卡 对于不同的因素们呢 我们会用不同的去 不同的command 去返回这个 当我的输出跳变的时候 我的输入给了sample的数 比如说对于IPU3R或者SPUIRR 我们用WorkerCreator V8 那QMS呢 会用NemArray和DSPV8 那他们的区别是说 我QMS是有onboardDSP的 是不需要去传输数据的 直接在板卡板卡上 完成数据分析和计算 那当然对于我们IPU3R 我们有一个升级的板卡 它就里面集成了我们的 也集成了我们一个onboardDSP 所以它的速度会非常更快 OK 那我们以上介绍大概有五种方法 那我们就这里有这张 对它们从不同的角度 像测试时间 测试的兵性度 稳定性 就是兵码和调试的一个难易程度 做了一些简单的比较 那这个加号 那就是一个加分枪 加号越多 代表它们这个约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从测试时间的角度看 我们可以看到 那TMU的TMU 这个测试时间最好 最短 那A2A用WorkErrorCreate的方式 那它时间最长 那刚才我讲了WorkErrorCreate 因为它需要把我的输注抓起了所有数据 从我们的板卡上再传输到我们的电脑 然后在电脑上做个计算 那这个数据传输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它们的兵性度也比较差 因为是要每个SAD 每个SAD都要都并不是并行的 这就为什么看到我们的这个PTE 也就并行测试度 这个WorkErrorCreate 那它并行度也是比较差 像我们的UPD-V8 那还有这个DSB-V8 或者升级的板卡 FPU3RA的Gate-V8 这些都是有板子DSB的是非常快 那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讲 那所有的这些方法都是比较 都是很稳定的 并没有说很明显的差异 那再从它的并码的角度来讲 我的FairCount的DSC和UPD-V8 那并码相对来讲会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这里是用到的是 Digital的一个数字的板卡 那我们需要一个Digital Pattern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变成一个数字相量 那从调试的角度讲 A2A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更简单一点 因为A2A它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输出的所有的波形 是可以打印出来的 就是可以Plot出来 就是也是可视化的 那对于用户来讲 我们有各种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吧 所以我们为了使我们的这个 冰成和调试的变得更简单 我们就集成了 我们冰成了一个代码库 这个库函数 里面集成了各种里面的库函数 那这个库函数 会把这些所有的放 所有的这些 刚才上面所介绍的所有的方法 放在一个独立的一个函数里面 然后用户呢 可以去可以很容易的去切换 这个不同的方法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这个库 代码库有哪些功能 第一个它所支持的方法 就包含我刚才上面所介绍的所有的方法 第二个呢 它有两个库函数的一个调用 第一个是说是node ramp pattern 那这个是说去定义我那个输入的响应的 输入响应的一个ramp 然后再加载到加载并加载这个ramp 那第二个是test run test run 就是去给这个给入输入这个输入这个经历 然后并输出得到响应 并返回并返回我们的预值测试的结果 那这里这个这句话test run 里面有一个参数叫test type 那这里test type就包含了我刚才所介绍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那用户使用者可以在这里去切换不同各种不同的方法 比如tmu啊或者a2a啊dscf account tmu等等 那就很用户可以很容易的切换 就比较简单 那我这个括弹数有他说这个预值测试有三种计算模式 第一个如果假如我们的这个输入的ramp是一个信心的 那如果他是信心的 那我意思是我的每一个每一个sample 每个step它是固定的 那这个step我们可以说通过一个stop value 就是中式值仅去它的出处值 再仅在除以它的sample size 那就是每每一个部场都是一样的是固定的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得到我的预值 那这里的储自信下的就是说我刚才介绍的就是说当我的输出响应从低到高跳变的时候 或者从高到低跳变的时候 它的输入 输入已经给了多少sample sample数 那第二种计算方式是说我们通过我的这个ramp data 那这个ramp data是一个数字里面包含了所有我的输入的sample 这是transition size 那就是它的index 那通过这个公式那就很容易得到我的预值定样 那这个使用就适用于我一个arbitraryramp 就是不仅限于我不是限定的 还是任意的只要是单调的这个ramp就可以的 那第三种计算方式我们通常说 我的预值测试有两个pin输入pin和输出pin 那这里我们引入了第三个pin 第三个pin呢就是在输入每给一个sample的时候 我的第三个pin myrpin 会去myr去量测我的输入pin上给的定压 而通过再度量测的这个数据 再加上我这个transition size 这个index来返回我的预值 那这样它也是适用于arbitraryramp 不限于这个ramp是必须有信心的 那第四个功能是说 我既可以forse定压也可以forse定流 或者说我既可以去量测定流或者定压 定流定压都是可以支持的 ok 那第五个功能是说我可以支持两个ramp的一个mode 那刚才我们在那张图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通常一个预值测试会测测两个ramp 一个ramp up再一个ramp down 或者说先是ramp down再ramp up 那我们的库环数呢可以支持说把这两个ramp放在同一个测试函数里面 并把结果返回出来 那最后一个我们这个库环数还支持debug display 就说它可以把所有这个库环数里的信 就是用户给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 那比如说我的ramp的这个名字呀 对吧我的我的书那输入PIN的一个板卡的资源啊 还有我我我的输入是Force定压还是Force定流呀 然后定流定量的ramp的ramp的ramp 以及我我给的这个test method 就是我的测试方法到底是哪 是TMU啊还是DSC啊FairCount等等是我刚才介绍了一些方法中哪一个 这样用户我就可以很容易看到 很很很容易看到我们所给的这些test condition 这些信息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符合符合符合我们的就是预期 那最后是呃我们这个库环数又也支持就说有一些 我你和Faito Error的一些一些 report可以 如果使用者如果输入了一些错误的信息 他可以急速的打印出这些错误的信息 并并告诉你哪个地方是哪个哪一个测试项发生这种错误 是什么类型的这种错误 所以可以帮助使用者可以快速的去去定位这个错误的所在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们EDS800这个片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呃 版卡的资源以及他们的灵活的性 灵活他们的灵活的灵活性 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测试方法来测试这个预期测试 那每每种方法都有他自己的特点优点和缺点 那我们我们用户的要根据可以根据测试条件和需求以及 可用的一些版卡资源来选择最合适的测试方法 那最后就是我们这个RAMO设计的这个代码库 很大的提高了我们 冰程和调试的 这个效能 OK 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谢谢Chain丰富的解说 那我想请问一下在你的 B8页的部分 OK B8页 嗯 当你的输出音角版卡是APU32的时候 我们既可以用Work Area Create 也可以用APU32 Set Where At 那由于APU32 Set Where At 它测试速度是更快的 你时间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始终都使用这个方法呢 对 基本上是对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Work Area Create 他是说把我的输出的所以发取的数据 从我的版卡上 然后再需要传输到我们电脑上 所以他的就是他的速度 可能会肯定会慢一点 但是我们的APU32 A的这个Gate Where At 他是在这个 这个他并不需要数据存输 他直接在我们的版卡上就完成数据的计算分析 并返回 返回我们的数据 所以这个过程会更快 那唯一要注意的注意的点是说 我们就特定的一些 升级的APU32的版卡资源和一些特定的软件 才能支持我们这种 这种APU32 Gateway的这种方法 好 那第2个问题是刚刚有提到一个代码 酷寒数 他有支持二分法的查找吗 对 对我们预计测试 其实其实有从测试方法来讲有两大类型 第1个就是说大分法 还有说我今天要介绍今天介绍的这个RAMP Search 就逐次逼近的这种测试方法 那我本次的影响就 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个 逐次逼近的测试方法 并就是并没有cover我们的阿分法 阿分法 我们有另外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库 也可以是可以是有的 好的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从听众这边来的问题 And I'd like to once again thank the sponsors who've made this event possible JDT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t Integrated Solutions And support And Smith Interconnect Your global partner for Innovative Semiconductor test solutions And Teradyne Enabl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echnology through advanced test solutions And with that I will wish everybody a good rest of your day Bye YouTub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